嘿 大家好 李肥 哈喽 我是桑尼 今天我跟桑尼重新为大家带来在尔湾花果山 我们之前拍过外面的一间房 叫做141 Donati 是Kammo的户型 户型1 我们上一次拍完视频之后 其实有买家看这种已经进入了交易 但当时可能是因为有租客租约的关系 最后买家想要自己住 退出交易 没关系 我觉得这间房还是很好的 今天我们跟租客商量完了之后 给大家看一下房子的内部 在尔湾市场上现在300万左右 可以卖家直接接受人民币的房源 好像是绝无极有 对 Let's take a look 相信大家看了这个房子的内部结构之后 就会明白为什么尔湾花果山 这几年在尔湾所有星盘中 涨幅可能是最大的 因为它的户型设计真的很好 对 这是2018年的次行房 四房三玉 有一间卧室在楼下 剩下的卧室在楼上 然后室内面积2548尺 占地4034尺 对 大家进来之后可以看到 新房的户型它就是讨人喜欢 首先就是层高 这在我过去的视频中 我也讲过很多次 我自己家住的房子 就没有这个层高 同样的面积如果层高 每高一尺给人感觉大很多 对 然后另外新房的话 没有很多的隔间 整个客厅 餐厅 厨房 全在一个开阔空间里面 非常通透 大家很喜欢这样的开放式设计 是的 还有就是尔湾花果山 这边是尔湾公司成建的 他们采用了从屋顶到地板的这个 落地窗 落地窗设计 无论是封死的这种 还是可以打开的 整个三面墙全是全透光设计 是的 这光线有多好 为什么现在很多亚裔的新移民 很喜欢指定说要买这样的房子 是的 这就符合我们的审美 长在我们的审美上面 对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子也有相当多的升级 首先就是地面 如果你是普通的装修 没有升级的话 一般来说是地毯和在厨房区域的一些白色地砖 对 那我们这边的全面升级了仿木的地砖 对 经久耐用又好看 包括柜子也是升级到天花板 升级到顶 整个是白色浅色系 请大家忽略这里面租客这些家具 实际上如果经过我们专业的部展 你们都看完我们的水平的 对 一定会很漂亮 是的 对 那这边的话呢 是一楼的一个卧室 一楼的卧室里面是采用了地毯的设计 然后带有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是利用了楼梯架的空间 所以还蛮大的 户型很实用 在耳丸很多人买房子 只定要一楼必须有一间卧室 给家里的老人或者是nanny使用 所以这种户型来说 就是一个must have 那一楼这间卧室的洗手间呢 是在它对面 这是一个全功能的洗手间 有淋浴 一楼卧室内没有配备洗手间 其实反而让这个卧室内部的空间变得很大 然后这个痊愈 同时也可以share给来家中的客人使用 所以这在户型设计 对于小户型小尺寸来说非常科学 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在耳湾最难能可贵的 你买一间single family house 才拥有的这个叫做你的yard 在耳湾你知道很多房子 你区域外不出来 它是detached condo 还是single family 那我们这间房子就是一个 标标准准的single family 前面有drive away 可以停两辆车 后面有一个自己的 可以享受加州阳光的院子 对 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的这些 在户型设计上采用的这种 从floor ceiling的玻璃 可以让整个阳光 洒进你的客厅 对 我觉得这就是最 加州生活最惬意的一个部分 对 然后推拉门如果全部打开的话 就室内外空间就融为一体了 采光啊通风啊 像现在我们光线比较强 其实在傍晚的时候 坐在这里 哇 太惬意了 加州的气候真的是 千进难化 对 而且是这个院子有1500尺 其实在新房中的院子里面 算一个premium了 你说的是单纯面子的院子 对 而且我们这个角度来说 像后面的房子也没有很突兀 离得很近 是的 相对视野还比较开阔 对 所以在Single Family里面说 这是不错的院子 是的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二楼的户型 二楼其实也有亮点 就相对于一楼的卧室来说 我觉得这个区域 是另外一个must have 对 就除了你的卧室之外 应该有一个家庭 另外一个平台用的 叫loft的这个区域 对 你家有没有 有 我家也有 对 我觉得这是比客厅 或者家庭厅 更经常使用的地方 更经常使用的地方 对 通常吃完饭 你上来可能 其实是团聚在这里 again 请忽略租客的这些 是的 家庭的布置 对 正常来说 我觉得这里是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 小孩看看电视 读书 这样一个很温馨的区域 他们现在布置成了一个工作区 那我们来看一下主卧室这边 在进主卧室之前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其实新房的二楼的层高也很高 是的 都比我们 你家好像是新房 对 比我家的高 对 然后这边是主卧室 主卧室内的空间非常宽敞 除了放床的区域之外 又一个office 他们需要有多少business要做 四个屏幕 家里的工作区域很多 对 这边其实我们叫做retreat room 可以放另外一组沙发 对 健身的器材了 瑜伽垫了等等 对 所以主卧室的身体空间很宽敞 层高很高 大家单看那个门 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啊 这门好高 专门定制的 对 然后这边是主卧的洗浴间的部分 这个大家可能之前看过 要满年的视频的话 干湿分离的浴缸和淋浴 然后双洗手台 整个这个屋子的装修 还是很温馨典养的 对 这边还都升级过 都升级过 对 地砖跟楼下是匹配的 然后整个backsplash 浅色系 很威美 然后衣帽间的话 我相信就算了 对 真正有租客的隐私 我们就看一下另外两个房间 那二楼的另外一边是另外两个房间 以及洗衣间 loundry room 还有这两个房间 share的洗手间 很多人一听到share的洗手间 可能就不开心了 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户型 no you know why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两个房间 使用分享室洗手间的时候 它的室内面积有多大 张尼进来 我们俩站在这个房间内 这是一个副卧室 如果你这两个房间 都配备自己的洗手间的话 你室内的空间会变小很多 是的 但对于大多数家里 有孩子的家庭来说 你真的是每个孩子 需要自己的洗手间吗 I don't think so 我宁愿觉得 他们需要多一点的空间 去玩 这个卧室相当宽敞 我觉得已经可以媲美 很多小户型的主卧室了 对 所以在很多新开发的户型中 说四房4.5位 或四房5位的话 卧室一定没有这个大 对 这么宽敞 这边另外一间也一样 除了放床的区域 工作的区域 甚至还有地方 迷你健身房 健身的器材 对 所以大家不要一听到说 四房只有3.5位 其实你要看整体的面积 你不是豪宅 不要追求什么 六房九位十位 还是追求实用吧 追求实用 这个房间的尺寸 实用性真的很强 是的 这间房带有租客和租约 目前的租金是 6500 6500美金每个月 如果你买这间房的话 你不需要再去找租客 从过户当天起 你立即开始收租金 这个租客一直按时交租 是优质的租客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家具用得很好 虽然稍微有点凌乱 没有我们平时摆放的 那些样板间 叫Staging那么漂亮 但是正因为这一点 你可以买到一个相对 比较不错的价钱 如果我们真的租客搬走了 按照我们的不展卖的话 那一定不是你现在 听到的这个价钱 第二点很重要的是 这个卖家 他有一个逆向操作思维 他是现在看到 国内的房市不好 他会反向抄底 他要用人民币 回去买国内的一些房子 所以他可以卖家 直接接受人民币 这在尔湾 在好学区的地方 好的小区 这么好的户型的房源里面 我没有看到其他间 这是唯一一间 So 这间房该卖多少钱 那大家肯定很好奇了 我呢 找了四间 就是这周围的comps 就是跟我们同户型的 那其中一间是 217号Pietza 这间院子比我们小300尺 它卖291万 124号Summerland呢 院子比我们大300尺 买302万 然后172布林尼 买306万 因为这间二楼 有一点view 对 然后还有一间是 335号Persadisle 这间卖356万 因为他 他有view 对对对 那个不做比较 就前三间 291 302 306 他们还都不收人民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觉得 我们这间房值多少钱 暑假也要来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